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QE印钞机,印制出大量美元并流向市场以后,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资产套目。 在这个过程中,美元的实际含金量和信用也在不断被稀释,乃至于渐渐葬事避险的重要作用。 而到了2015年底,美联储就突然进入了空前的紧缩模式,截至目前,美元已加息七次。 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一次表示,由于希望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过度之间寻找合适的方案,美元加息的进度会缓慢。 但他又同时强调加息会稳定。 有分析认为,美元加息周期将持续至2020年的预期依然没有改变。 这或意味着一系列过于依赖美元债务而外储薄弱的经济体货还将继续受到美元加息的侵蚀,甚至会由埃根廷、土耳其等经济体,进一步扩散至全球多国。 也就是说,无论美元强势还是弱势,它似乎都无法掩盖其利用垄断地位身份,诈取全球财富和剩余力差的贪婪。 不过今天,美元的霸权获正在迎来世界去美元化的声音。 图片来源,BITCOION的许多经济体而言,去美元化或以水道渠成。 如俄罗斯付外长希尔寨利亚布克福吉日程,现在是付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将抛弃美元,并寻求替代。 截至目前,中国、俄罗斯、伊朗、安格拉、委内瑞拉、尼泽利亚、伊尼、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卡塔尔、埃联酋、印度这十五国过亿用不同的方式,纷纷向美元量件。 比如,石油交易创立五美元化结算及计价环境。 比如,不同经济体之间签订稳定本币互换协议。 比如,发行各种非美元货币债券。 比如,大手里减持美债等美元资产。 比如,用布局食物经营货币的方式,对冲美元的风险。 比如,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多种商品。 比如,对美元限制的经济体。 实施货币援助等等。 改变色值的美元图片来源。 Shadowstock因而言求和印度经济为力。 这两国货也是最近才开始决定向美元发起挑战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 俄国防出口公司负责人亚利山大米克杰夫表示, 俄罗斯与军工技术合作伙伴实现本币结算。 他说,我们在考虑和伙伴国家用本币结算, 包括印度卢比、人民币、迪拉姆、阿拉伯联合酬产国的流通货币和卢布。 我们知道,中俄已在此前创立了五美元化石油交易环境。 因此,中俄在其他领域商品交易和技术合作过程中, 使用本币则顺理成章。 阿联酋和印度经济在与俄罗斯相关领域合作中, 或太用本币结算,也是两国去美元化的关键一步。 值得一解的是,就在中俄等十五国,或向美元了解后, 德国经济货业突然开展了正式去美元化的强势行动, 而成为向美元了解的第十六个国家。 德国外赵马斯近日在德国商报撰文呼吁, 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全球支付系统。 作为挽救银河铁翼的手段, 马斯指出,银河铁翼的存在源比背景好处多。 我们此前提及,美元多年以来, 通过在Swift国际货币清算体系中的互分化率, 间接掌控着全球支付系统。 也就是说,德国货正欲打破, 被美元垄断多年的全球货币交易系统, 而这个支付系统的货币本外, 货席有可能不是美元, 而作为欧盟中体量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经济在欧盟一直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就在马斯发出建立新的全球支付系统化音刚落不久。 路透社8月23日报道着, 欧盟当日同意向伊朗提供1800万欧元, 约合2060万美元的援助, 其中包括对伊朗私营部门进行援助。 分析认为, 在美元正在对伊朗原油和伊朗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金融打击之际, 欧盟的大量资金援助则是变相地告诉美国经济, 美元不是万能的。 据悉, 这是欧盟预算中为伊朗指定的5000万欧元一篮子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欧盟正努力维持与伊朗的经贸, 而在今年稍早前, 欧盟就建议各成员国, 直接用欧元与伊朗进行原油和天然气的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欧盟中最重要的成员国德国经济去美元化态度同样反映在其对伊朗的险金服务帮助上, 例如, 伊朗近期突然计划取出存在德国掌户由德意志联邦银行管理的三亿欧元现金并空运回国。 前, 接着, 德国图片报原理消息人士的化证, 大量在欧元现钞将提供给在海外旅行时, 无法使用信用卡的伊朗人使用。 目前, 德国代表已经证实存在相关空运三亿欧元现钞回伊朗的计划, 图片来源Videoblog不仅如此, 德国银行已在去年宣布成功将价值为279亿美元的金条从美国纽约及法国巴黎运回德国, 德国预计将于2020年完成全部海外黄金的运回, 这一行动也被认为是德国去美元化的实物金银货币的提早布局。 此外, 德国央行已在今年1月宣布纳入人民币为外汇储备, 也成为该国货币储备多元化和布局去美元化的象征。 分析认为, 这或将加速欧盟多个成员国, 以致其他经济体去美元化的进程, 完BWC中文网源创作品, 版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改编, 转载或转化视频, 音频等, 为者必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